做了一个梦 梦叠金子被选成导盲犬了 我正在梦里为金子喝彩的时候 被我爸一个电话叫醒 到我爸家 我爸刚才做的梦都告诉了我爸 梦是反的 可能是我太想让金子变聪明了 我爸回答我 你们懂的 他始终都不想承认金子职商比较低这件事 自从金子学会雕水 他总问我 当然我知道 他一定想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于是他将以非专业的角度 来测试一下金子到底有没有做导盲犬的潜质 你怎么做的这么正啊金子 你紧张了 金子 红灯你就带姥爷停业 绿灯带姥爷走 听见了吗 这叫过马路 绿灯了啊金子 绿灯来这 红灯绿灯 过马路了 看别人干嘛 这一坑 要坑着这停业 姥爷就知道了不能过去 知道吗 你得停回去 眼头比老爷跑的还快 不加他换衣服 老爷换衣服得洗了 哎呀 这洗衣服 看我们金子的智商 还懂用雕牙洗衣服 好用是吧 逆住这个味道啊 老爷现在藏起来 你闻着这个话找老爷 你带家找老爷没问题 如果出去的话 咱认识不认识家 咱试试去 金子 你带老爷回家吧 老爷跟着你走 这不是要出去吗 找咱回去吧 小王子已经好几个月 没见过金子了 之前见面 王子还是个小宝宝 那时候因为淘气 还爱过金子一顿打 现在的王子 已经比银子还高了 不知道金子能不能镇得住啊 刚见面 我就发现金子气得直哆嗦 王子也懵了 心想我是怎么你了 老爷瞬间明白了原因 王子这不是银子 由于银子跟王子 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金子应该是把王子认成银子了 金子总是追着王子 闻来闻去 认证他到底是不是银子 可能还在纳闷 今儿银子怎么那么乖 老爷就反复的跟金子说 真到糊涂了啊 这是王子 知道吗 这不是银子 遗憾的是 金子最终也没能分清楚 他甚至想借着 今天银子有点乖这个势头 趁机夺回自己大哥的地位 于是 吓得王子赶紧跑 在餐桌下 金子一直试图压倒王子 给王子吓得都跳起来了 感觉王子都快哭了 金子觉得自己战胜了银子 欣慰的笑了 由于金子不分银子王子 莫名把王子给打了 老爷非常生气 怎么就认不过来啊 拿一花镜带啊 王子啊 别生气啊 哥哥 你不不好使吗 王子是怎么也不肯 再跟金子玩了 躲在卧室里不出来 我看王子也不想跟金子接触 就准备带王子回家 结果老爷居然说 所以别打银子了 说金子哥哥气我 听见没有 我不其然回到家后 银子对着王子一通闻 他肯定是闻到王子身上 有金子的味儿 然后他俩就开始 窃窃私语了起来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啊 妈妈给你看一下 金子刚才是怎么欺负弟弟的啊 我给银子放了王子 被欺负的全过程 银子明显不高兴了 紧接着就变得暴躁了起来 小爸您怎么来了 银子在呢 啊 楼上呢 哦 那行 那我们进去看好了 怎么了 一会给银子叫 叫叫金子 叫叫金子什么 让他学习什么叫忠诚 什么叫忠诚 昨天啊 老张来了 金子都没见过 跟人家亲闹 缠着人家又咬尾巴 又得拿东西 直接把老张当主人 给老张瞎坏了 同时也给老爷瞎坏了 觉得养了你这么多年 叔叔白养了 叫金子 金子眼里都没有 完全不理我 最后人老张要走的时候 他不让人走 堵着门口 好 让他走开了吧 人老张一开门 上车 他蹭摊折的了 人家纳闷的 说我走了 金子跟我这么亲 银子不是这样吗 银子肯定不这样 银子不管家里来多少人 他就不跟人家 咱也跟弟弟学一学 放银子 银子论忠诚 没得说 但是要论体味 比金子大 你不是一星半点 你怎么用这来风 因为他的性格呀 银子跟王子谈不一样 小孩嘛 这不就是 跟事商啊 也有点关系 金子确实不是特别聪明的孩子 有人这轴劲上来 真没辙 金子这轴劲又上来了 嗯 嗯 是什么让金子银子反目 又是什么让银子如此惊讶呢 今天桃桃又来找金子吵架了 刚进门 桃桃就叨了金子一下 吓得金子赶紧跑 一个月前 桃桃把金子骂输了 再次见到桃桃的金子 是一脸紧张 吵架开始 桃桃的词汇量 一如既往的丰富 金子是根本插不上嘴 欲言又止 桃桃持续口吐芬芳 金子上演了一出表情包大戏 表情从生气 到不知所措 到逃避 然后小心翼翼的逃离现场 躲在门口围围围围 金子突然一个惊讶的表情 原来是桃桃听到银子要来 躲到了沙发底下 你等会儿我好不好 行吗 哦 行 妈 接银子请啊 带银 银子啊 妈妈跟你说 过来过来 金子都都手气和了 然后桃桃来了 你得过去安慰一下金子都都帮帮她呀 是不是 好好好 等妈妈给你开脸啊 咱们去住住房子 在银子来的路上 桃桃还在持续地对着金子输出 这时的金子呢 就淡定了许多 一直盯着门口等着银子来 你等我弟弟收拾你 啊 马上都到了 银子一进门 就将眼神快速锁定在桃桃身上 还不过安慰一下金子 桃桃对着银子吼 银子丝毫不慌 反而是继续安慰金子 正当银子准备跟桃桃对吼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金子这个操作 让银子一整个都震惊了 心说我是来帮你的呀 紧接着呢 银子又跟桃桃对吼 没想到银子发出低吼 再一次跟银子急了 银子是彻底怀疑狗生了 也给桃桃看懵了 心想这傻狗居然帮着我 金子这个智商简直不可救药 银子很伤心 决定不再理金子 从金子身边走过 也不想多看金子一眼 金子陷入了沉思 你怎么还打弟弟呢 这是一代的 你跟桃都是一代的 也许是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分 银子临走的时候 金子挡在门口想说点什么 可是银子多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留下金子一脸迷茫 银子也不回事